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南京名品交易会 昨天落幕了 试滇展展期间 金丝人文还有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涌进了人潮 南京慈忌志工就用心推广慈忌精神以及环保理念 展览会场的忙碌慈忌志工能够体会 因此关心大家的午餐问题 也是推广素食的好机会 素食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响应这样一个活动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期四天的台湾名品交易会 金丝人文和大爱感恩科技受邀参加 南京慈忌志工全心投入 是我们的唯人还送身上的衣服还有裤子 担任总协调的林鼠女 1993年开始就在南京说慈忌做慈忌 也陪伴不少慈忌志工精进成长 一首无量寿是为了祝福林鼠女的母亲 总是善尽本分不拘功的林鼠女 台湾名品展期间母亲生病住院 她还是打点好会场 行善尽孝两头坚固 推广慈忌理念的使命 敦促着每一位参与志工 把握机会和会众结下好园 因为每一项文物或是一句好话 都有进化人心的力量 需要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开来 也在南京深耕下去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南京报道